9月20日 鸿海估计伺服器和网通设备库存消化9月结束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台股下跌101点,成交量2777亿 指数收在16543点,外资群卖超181亿 自营商卖超93亿,外资群期货空单流仓6165口 今天期货结算日,昨天外资群期货布了8399口期货空单 昨晚美股下跌白点,今天理所当然就是压低结算 一早主力还在那拉高AI概念股,然后一路的走低 大家看到自营商今天又卖了93亿 明显就是自营商完了一招拉高出货 我说过,散户在别人不好的局中买来卖去 一定就是死路一条的 三大法人一开始就不举好低成本的库存 现在不论高档怎么玩 他们一定就是稳赢的 如果听不懂我说的这意思 你千万不要玩短线 不然你偷偷的就是肥羊 我曾经是短线高手 我很了解短线要怎样玩才能赢 一定就是在没有人想要的时候先布局买进 当股价涨上来后 可以在里面短线买来卖去 在过程中因为有低价的成本库存 这样随便玩都是会赢 就算在高档玩输了 单纯就是少赚一点罢了 不太可能会赔钱 当主力在高档把股价拉起来 就会有一些散户集办调子 以为AI概念股又要起飞了 就急急忙忙地冲进去 最终就是留在里面洗碗 外资群近一两个月都卖了2000多亿 自营商近两三个月都卖了1600多亿 怎么会有人天真的觉得 AI概念股会出现B型反弹 真的就是爱说笑 在幻想之前 去想一下什么叫筹码理论吧 如果我在底部买了1万张的股票 涨上来后出了5000张 卖掉这5000张就把我所有的本钱都拿回来了 剩下的5000张我就能随便玩 但我就是会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不会再去把另外5000张买回来 不但不会把卖掉的5000张买回来 我还会在股价涨涨跌跌的过程中 把剩下的5000张卖掉 影片第一段来看一下 鸿海估计伺服器和网通设备库存消化 9月结束 刘董在第二季法说会上说 AI伺服器下半年三位数成长 但鸿海7月及8月的营收 却没有明显的成长 道理在于AI伺服器成长 但是一般的伺服器衰退 两者加在一起就是约略持平 随着一流大厂的伺服器库存调整的差不多 接下来AI伺服器的成长就会比较明显 再加上苹果高阶手机大热销 鸿海9月 10月 11月及12月的营收一定就是相对有看头的 第三季法说会是11月中 那时已经开出9月及10月营收 大家会看到因为苹果高阶手机热销让营收成长 之前我说过 流动在第二季法说会时一定是不可能知道苹果高阶手机会不会热销 流动了不起就是知道会有一些基本的用户 但去年基期太高 所以今年就保守看待 结果今年卖的比预期的好 所以第三季法说会时 流动有可能会说要调整今年业绩 苹果手机卖的好或不好 有在预购的人就很清楚 高阶手机要等两个多月 这一定就是卖得很好的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散户在股市中被教训转而买月配息ETF 最近每个月配的ETF规模一直成长 一些散户就从年配 半年配 即配转去月配 当ETF发行商发觉很多散户对此买单 ETF发行商准备发行债券ETF 然后每一个月都配股息 如果台湾的上市及上柜公司都是计配及月配股息的话 那ETF这样做我就没有意见 一些ETF会从年配变成半年配的原因在于 公司配股息的时间点不同 有的在上半年 有的在下半年 台股最近有出现少数公司计配 不过就是少数的公司能计配 大部分的公司都还是一年配息一次 既然大部分的公司没有每个月配 那为什么ETF可以每个月配呢 道理也很简单 方法有两个 已是拿前一年持有公司配的股息每一个月配 另一个就是拿投资人的本金去配几投资人 这就叫凭准金 现在很多ETF会拿投资人的钱去追某几档个股 也就是AI概念股 使得ETF持有的股票都大涨 自然ETF的股价也会大涨 这样就能吸引很多的散户去买ETF 不过ETF持有的公司也是台湾的上市公司 还是需要时间去赚钱 不可能光靠炒股价的方式就能赚钱 所以现在ETF把一些个股炒高后赚钱 未来这些股票的股价崩跌时 ETF也会跟着受众伤 不过散户也不会管以后的事 ETF发行商也不在乎未来散户会不会受众伤 反正他们要的单纯就是管理费及手续费 剩下的事就是散户家的事了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主力在AI概念股中耍把戏引诱散户进去 今天台指期货结算 外资群昨天布了大量的期货空单 昨天美股也下跌白点 昨天有新闻说 传为软坎辉达AG摆订单 很搞笑的事事 伪创 广达 光宝科 因业达的营收都还没有出现增加 结果一流大厂的有就不完第一波的货了 这对于被套在高档的散户情何以堪 当初吹的一副会飞逝的 把公司未来20年到30年的获利都先拿走了 结果现在说要砍单了 一早主力为了自救 奋力的去拉抬AI概念股 然后一路慢慢的出货 反正散户看到AI概念股的股价上涨 他们就觉得要回升 要大V反弹了 结果一早冲进去后 又被套在天价了 有人会说 一早AI概念股也没有涨多少 怎么会说天价呢 我说 你看到AI概念股的营收及获利出来了吗 没有 完全没有 结果股价已经涨了几倍了 现在AI概念股不论你买在哪 都是天价 只要去比较一下今年上半年 及去年上半年的获利情况 根本就没有增加 结果股价涨了几倍 妥妥就是智商税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鸿海估计伺服器和网通设备库存 消化9月结束 二 散户在股市中被教训转而买月配息ETF 三 主力在AI概念股车耍把戏引诱散户进去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181.91亿 投信买超台股24.29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93.44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251.06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2234口 期货留仓空单6165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5397口 今天台股成交2782.53亿 下跌101.57点 跌幅0.61% 收在16534.75点 电子下跌5.99点 跌幅0.74% 收在805.57点 金融下跌8.37点 跌幅0.51% 收在1645.51点 上星期二到星期五外资群买了339亿 台股指数上涨了近500点 这周连三天外资群卖超了565亿 七个交易日下来 外资群合计卖超226亿 自营商近七个交易日下来卖超357亿 自营商7到8月横卖了1639亿 之前我说过 三大法人手上有筹码 有银蛋 他们能控制股市的走势 上星期二到五才短短的四个交易日 台股能从16432点涨到16920点 成功地占上纪线的16840点 也同时占上了所有的均线 结果三个交易日后 台股的指数从16920点跌到16534点 几乎就是把上周涨的又全部跌回去 如果你在台股中玩短线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 觉得可以玩赢三大法人 你在那平感觉 平直觉得买来卖去 三大法人则是用真金白银控制的股市走势 外资群在出货时就会这样玩 就算他们的成本在14350点 还不包括除息的四到百分之五 外资群还是会在下跌一段时间后让股市上涨 散户因为注意力不集中 也就是所谓的短视 他们眼中仅有秒 分 十 天 最多了不起就是周 所以三大法人随便玩个把戏 散户就会被耍得团团转 近两个多月以来 自营商大卖台股1639亿 之前AI概念股就是由内资炒起来的 所以当内资疯狂地一直在出货时 大家就不要幻想AI概念股会有什么V型的反弹 了不起就是盘中片片散户进去买 记得一件事 一开始在炒作个股时 因为会持续地一直买 而且局也还没有形成 所以AI概念股的股价一定就是很强势 上涨后就不太会跌下来 随着三大法人在AI概念股出了一半的货后 一来筹码很凌乱 没错吧 三大法人出了一半的货 那些股票就是落到散户的手上 这些散户就是凭感觉 凭直觉地一直买来卖去 自然就不可能出现很平稳的一波向上涨的走势 再加上外资群及内资一直出货 光外资群及内资在近两个多月就卖了近4000亿 这些股票一定就是落在散户手上 很有趣的是是 近一季台股的指数在16815点 三大法人眼睛闭着卖 都还是赚到怀疑人生 我就拿最简单的例子 今年出台股指数14137点 现在是9月20日 大部分的公司都除完席了 如果你在今年出钱就持有台股 现在随便也是赚了近3000点 你现在眼睛闭着卖 随便也比近一个月 近一季 近半年买来卖去的人赚得多 很多散户一直不信邪 他们觉得就是每天要一副很忙的样子才会赚大钱 但八成以上的人每天都是瞎忙 越是频繁进出 他们就会缴越多的交易税及手续费给政府及券商 他们时时刻刻紧盯着个股的走势 但别人早就设好局了 不论你再近一个月 近一季怎么玩 你的成本一定就是不可能比今年初十低 别人现在技巧不用很好 哪怕最近卖在阿呆股 以近一季来说 指数16264点够阿呆了吧 但和14137点 再加上除息的4到5% 至少还是赚了2500点 当你一开始不得局漂亮 后面技巧根本没有多重要 你再怎么嫩也是能赚2500点 厉害一点赚3000点 但不论怎样都是赚 以一般散户进到AI概念股中 不论你多有纪律 多会资金配置 自我心里面多强 技术分析多猛 多会解读新闻 最终你还是肥羊 因为一开始别人就设好局了 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什么屁用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凯基台北 买了634张 第二名的是美商高盛 买了388张 第三名的是台新 买了319张 买第四名的是玉山大理 买了232张 第五名是新光台中 买了214张 买第一名的台湾摩根 卖了4158张 买第二名的是花旗环球 卖了1049张 卖第三名的是摩根大通 卖了943张 卖第四名是港商野村 卖了484张 卖第五名的是国泰综合 卖了404张 今天红海成交18742张 下跌0.5元 股价收在106元 外资群卖超6217张 今天是台紫期货结算 昨天外资群放了8399口期货空单 昨天晚上美股又下跌了100多点 所以今天外资群会让台股下跌 压低结算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最近7个交易日下来 台积电从536元涨到558元 然后再跌回535元 很明显台积电就成了外资群的控盘工具 红海则是从105元涨到107.5元 然后跌到106元 明显外资群在红海就没有足以控制红海走势的股票数量 所以台紫期货结不结算 和红海就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我说过 外资群已经把近两三年波段买的红海都卖光了 所以没有办法拿出像样的股票数量去卖超红海 所以很难透过买卖超红海股票去控制指数涨跌 外资群持有台积电72.3% 近三个交易日拿个近7万张台积电 每天卖个14000到23000张 就能让台积电的股价下跌23元 之前我说过 外资群手上有现货 也有期货 最重要的是他们手上还有银蛋 这三项就可以让台股波动 然后透过统计把散户的钱引走 一般的散户还在那幻想神奇指标 外资群是透过很科学的方法和散户玩 在股市波动时 外资群会恐慌或贪婪吗 当然不会 因为指数是他们买上去的 也是他们灌杀下来的 单纯就是日常的买卖活动罢了 这也是为啥散户很容易赔钱的原因 神也是外资 鬼也是外资 如果你不够了解三大法人的习性 或是功力 心理面 资金配置 几率不够一等一 很容易就会是飞扬 新闻说 鸿海股网通库存区化将结束 扩大电池零组件在美制造 鸿海近日参加台湾企业日活动分享营运展望 据法人19日最新报告指出 鸿海估计伺服器和网通设备库存消化在9月底结束 鸿海也规划更多电池关键零组件和电池新在美制造 受益美国IRA法案租税优惠 美西外资法人本周在台举办台湾企业日活动 鸿海受邀分享营运展望 法人19日报告指出 鸿海经营团队分析自通讯产业库存区化已进入尾声 其中 伺服器和网通设备库存消化可能在9月底结束 电脑和网通产品能见度预计明年可明朗 最大客户智慧型手机新品预购状况加 中国华为新机影响有限 在人工智慧 AI 伺服器布局方面 法人表示 鸿海在绘图晶片 GPU 模组 机板 伺服器均有布局 由于GPU模组和机板制程需要大量自动化和复杂的测试过程 因此毛利率较后段价值链的AI伺服器组装代工高 鸿海先前在法人说明会指出 在AI伺服器前端获利高的GPU模组和GPU机板是占率超过7成 鸿海从GPU模组 GPU机板 AI伺服器 机柜 先进散热解决方案到AI数据中心 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在电动车电池布局上 美系外资法人表示 鸿海在高雄和发电新中心仍按照计划在明年量产 产能故意GWH 锁定电动巴士应用 在美国俄亥俄州厂区 鸿海已经建立电池管理系统 BMS 产线 法人表示 鸿海也持续寻求合作伙伴 让更多电池关键零组件和电池新在美制造 受益美国降低通膨法案 IRA 的租税优惠 除了零三里铁 LFP 电池外 鸿海也正开发固态电池 在印度布局部分 美系外资法人指出 鸿海规划未来2-3年扩充印度智慧型手机产能规模 除了自通讯领域外 鸿海也规划在印度布局半导体和电动车产线 新闻说 00929台股首当主打月月配的高息ETF 吸引投资人进场狂买 规模从6月9日挂牌以来呈现跳跃式成长 从成立时的50亿元 月升到如今已经超过700亿元 受益人数破30万人 月居台股高息ETF规模第三大 富华台湾科技优息ETF经理人许忠诚表示 00929成分股百分百聚焦电子产业 代表选股横跨各个趋势科技主题 并兼顾波动及收益机会 搭配月配息机制 可提供投资人掌握台股产业成长与资本力的 股息收益契机 00919携带连续两季配出10%以上的高年化配息率实力 今日规模突破400亿大关 来到402.86亿 月居14档台股高息ETF第四大 更是53档台股ETF中第七大 规模今年来成长1958.72% 最新受益人数来到182517人 今年来成长978.39% A大回答 很多散户很搞笑 喜欢短视的领半年 以及一个月配的股息 所以ETF发行商就按照散户的口味 推出了半年配息 以及配息 甚至是每个月配息的ETF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这些ETF拿了你的钱后 他们是进到股市中买股票 以00929这档ETF的前十大持股 分别是细创电子 联发科技 晶圆电子 见顶科技 广集科技 新浦科技 企奇科技 瑞育半岛 奇邦科技 瑞宜光电 这些股票大部分都是每年配股息的 结果为什么ETF可以做到每个月配息呢 原因也很简单 要么就是先拿你自己的钱配给你 不然就是一年后领到股息 这当ETF分12个月配给你 散户如果想要月配息 那也很简单 假设你要投资120万 一年股息12万 那你就拿到股息后分别定存1到12个月 每一个月都有定期到期 这样你就会有月配息的效果 这时会有人说 一开始投资一个月就有股息了 谁和你等一年 想要第一个月就有股息 那也很简单 你原本要投资120万 你就买108万的股票 然后把12万放到银行定存 分别定存1到12个月 每个月你就都能拿到1万的股息 这时会有人说 我干嘛拿我自己的钱配给我自己啊 当我傻子吗 嗯 你真的就是傻子 当你买了00929后 他干的不就是一样的事吗 就是拿凭准金给你 所谓的凭准金有一些就是你的本金 还当然有一些是买卖股票赚到的差价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唯有公司赚到的钱才是真正的获利 现在很多散户去抢买ETF 当ETF拿到钱后 他们就去平均的买他们手上的持股 自然ETF手上持股的股价就会上涨 这样ETF就会上涨 散户就会看到短暂的差价获利 未来ETF饱和后 那些个股的股价就会下跌 因为ETF在追高股价时都不手软 未来下跌的差价也会是散户自己去负责 很多高股息ETF及ETF 已经在AI概念股做过了示范了 当初把AI概念股炒到天价 这些ETF及高股息ETF的股价也跟着一起涨 这些AI概念股的营收及获利 根本就还没有出现 结果三大法人已经炒完股价 然后也出完货了 接下来AI概念股的股价下跌后 持有ETF的人就会感受到差价的损失 新闻说 全新月配席加收益凭准金 债券ETF 国泰投信推出首档 月配席加收益凭准金债券ETF 00933币国泰时外加金融债ETF 9月25日至9月28日开始募集 发行价格新台币15元 A大回答 当月配的股票ETF取得很大的成功后 现在连债券ETF也要开始每个月配席 有时候我是很怀疑散户的智商 如果想要投资债券 那你就直接去买这间ETF持有的公司债券 假设平均债券利率4-4.5% 结果你要被ETF发行商每年吸血0.45%的经理费及保管费 我是不懂是买身体健康还是万事如意的 一般债券买了就是很长期的 那些股票ETF说会一直调整持股 所以需要ETF经理人 那也就算了 反正散户愿意把钱拿给经理人去玩短线 赚了多分一点 赔钱就从本金扣 每年给经理人一些管理费及经理费 但是会去买债券ETF的人到底是哪招 一般你买了债券后 你会一直买来卖去的调整持股吗 应该不会吧 所谓的债券就是长期的债 怎么可能买来卖去 如果你想要投资债券 你就去开个账户 去花个一个月 三个月研究 然后直接买债券 现在ETF发行商越来越走火入魔了 看到散户对每个月配息买单 现在连债券也发行每个月配息 当市面上每个月配的ETF规模越大 代表投资人的程度越差 明明ETF持有的个股没有每个月配息 竟然还会有散户纯到觉得买ETF 然后每个月领配息很好 这和一般的资金盘及庞氏骗局有一点像 都是拿自己的本金高利的配集你 还好这些ETF背后还有公司 每年能赚5%到10% 所以时间久了后 加入管理费 经理费 手续费后 还是能赚钱 但你绝对不要幻想可以有什么高股息 记得一件事 ETF单纯就是收了你的钱去买股票 他们买到的股息仅有4%到5% 结果可以配10%给你 这妥妥的就是智商税了 新闻说 电动车制造外包新区建农 AI需求强 美系外资出具这新报告指出 鸿海供应设计 零组件 半导体 软体和组装 也在全球布局确保本地生产 鸿海有望成为电动车外包趋势的最早受惠者 电动车业务有助其摆脱竞争激烈的ICT市场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因此维持买入评级 对于下半年和明年展望 鸿海认为ICT产品库存消化即将结束 AI伺服器和电动车为营收成长的主要动力 iPhone 15系列预购情况良好 考虑到中美晶片组有2到3代的技术差距 加上安卓手机需求仍疲软 中国智慧手机影响有限 AI伺服器成长仍强劲 鸿海伺服器业务会继续向CSP客户和AI伺服器扩展 其中GPU模组和基板同业较少 AI伺服器同业较多 前两种由高度自动化生产 需要复杂尝试 因此毛利率有望达双位数 AI伺服器毛利率未高个位数 针对电动车外包部分 鸿海认为客户兴趣越来越大 因为领先车厂如特斯拉 比亚迪开始降价 反映出竞争激烈 若想节省时间和开发成本 客户会考虑外包 此外 罢工也鼓励车厂外包 能减轻劳动力管理负担 确保生产连续性 鸿海在台湾电动车电池厂 预计2024年开工 初期产能为EGWH 目标是电动公车 该公司在美国俄亥俄厂附近 也有一个电池管理系统 BMS 根据IRA要求 鸿海会继续寻求 合作生产电池 此外 鸿海也考虑在印尼 透过合作伙伴的 力量建电池厂 确林酸铁锂电池 也开发固态电池 海外扩张方面 鸿海足迹遍布印度 越南 墨西哥和美国 最近扩张包括 印度生产智慧手机 越南生产个人电脑 墨西哥生产车用零组件 美国生产伺服器 目前鸿海在印度的 一个位数 未来2-3年会扩大 至15%到20% 印度投资除了ICT 还会半导体和电动车 美西外资认为 鸿海目标到 2025年全球电动车 是占达5% 出货量达50万至75万台 乘用电动车 预计今年投产 相当看好 鸿海电动车的扩张潜力 今天早上AI概念股 演了一场的好戏 我说过 三大法人 仅出了一半的股票调 他们平常会在那涨了后跌 不然就是跌了后涨 这就是为了让一些 短线的散户进去买AI概念股 散户之所以会赔钱 原因其实就是很简单 三大法人早在AI概念股底部 时买了一大堆的股票 那时散户还很看不起这些个股 之后一边拉起来一边玩短线 时间几个月过去后 散户就会中了锚定效应 觉得股价就是该在某个区间整理 只要你再进一个月 进一季进到AI概念股中 其实三大法人根本没有任何一张成本 是在这区间的 他们的成本都是在上涨前就买好了 散户在最近一季买来卖去 就算你是大罗神仙 你的成本也会在月限及季限 而三大法人的成本都是在年限 长期的库存更是在三年限及十年限 三大法人在AI概念股中买了后卖 卖了后买 让股价产生波动 这样就会有一些短视的散户进来玩 不论你怎么买 你的成本就会在月限及季限 这也是我说的 一开始你进到AI概念股时 注定就是一个死局 别人在广达100元以下 伪创45元以下 不好了波段要炒作的核心库存 接下来让成交量放大 股价上涨 这样就能成功地把散户引进来 在广达100到280元之间 三大法人就是在那买来卖去 根本不会在这区间建立基本的核心持股 伪创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45到161元之间买来卖去 根本不会在这区间建立核心持股 散户不论在过程中用筹码面也好 技术面也罢 每天在那盯盘 当冲 隔日冲 不论散户怎么做 基本上书面就是比较大 因为别人早不举好低成本的库存 在广达集委创的对战中 唯有在广达集委创还没有人要 大家都看不起时就在那存股的散户 这些人不论三大法人怎么玩 他们都会是赢家 这些人的广达成本一定是在80元以下 伪创的成本一定是在30元以下 是他们持有的时间在决定成本能低多少 三大法人透过低档布局 高档玩短线 他们的广达成本会比长期布局的高20元 伪创会比长期布局的高15元 这价格的差距就是这些散户可以打败三大法人的原因 当初在广达60元 伪创30元以下做存股的人 他们也不会想到三大法人会去把伪创炒到161元 把广达炒到281元 这些人算是中长线价值投资的人 他们就是基于稳赢的前提用时间赚钱 之后三大法人在炒作时 让股价疯狂了 他们只要把握着向上只能卖 不能再看到高档后向下摊平 这样他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网友提问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的LV2.9与LV3.0关键差异是什么 网络上资料说 在说明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截至目前为止 L3的车辆还没有量产上市 所以目前市面上最高就是L2 依据SAE组织规范 所以那种2.5及2.9的根本就是厂家自己想出来的 那L2跟L3差在哪里 最核心的说法就是 L2.驾驶辅助系统 出事情就是驾驶者的责任 因为是辅助系统 所以驾驶者都需要负担责任的 L3.半自动驾驶 如果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下 车辆发生事故是车厂的责任 目前市面上有消息且贴近的就是Ali 但目前有些因素迟迟没有上市 大数的一些同事在内部也不否认L3团队解散 然后研发人员内部进行分配 奥迪取消L3 TJP功能开发 另外大陆也有一家品牌也发布了L3的影片 预计20年底或21年上市 未被完全定义的L3自动驾驶长安汽车 网友特斯三说 重点是鸿海股价都不涨 网友Claire Wang回答 我还没持续买购 希望先不要完全反应基本面 你若知道现在是低档区 也会和我们一样 继续找资金持续布局 而不是希望它现在涨到哪里 如果涨了一倍 您就财富自由了吗 它现在不涨 对我而言就是可以稳定质押存股 然后每年开心领股息 税后近5%也是很香 何况未来股价终究会反映基本净值 额外资本利的 如果考虑稳健杠杆数倍 获利就是每年几十%了 网友Peter回答 这边有多少人希望鸿海不要涨 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 知道目前净值附近持续布局 其实就算鸿海涨了又怎样 手上只有几张或几十张 涨上去对你未来的财富自由一点都没帮助 这里很多留言的人 你随便拿一颗石头砸到都是百张起跳 你说鸿海都不涨 但对他们而言涨或不涨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靠时间就稳赢 最终只是赢多赢少罢了 A大回答 就看你怎么想 我分享鸿海的目的很简单 也就是每一个人用时间就能赢 而是每年可以稳赚5%的鼓励率 还有5%的净值增加 至于什么时候涨 还有会涨到多少 那就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了 我和大家说 当鸿海股价上涨时 不同的人会有100种 1000种把股价卖掉的理由 例如从106元涨到110元 就会有人觉得低买高卖好轻松 只要在106元买 110卖 这样一年能赚几十元的差价 还有一些人再涨到135元就会卖 觉得这是2021年3月时的高点 每一个人会卖的价位都不同 赚到的钱也不同 那些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我唯一可以告诉大家的事是 现在鸿海这个价格 只要你买进并持有 你单纯用时间就能问赢 至于三大法人买不买鸿海 主力炒不炒股价 那都是他们的事 当你买到鸿海时 你就不会每天一颗星期上八下 大家看不同的个股股价会在那涨涨跌跌 如果你买到的公司没有价值 每天光一颗星跟着股价起伏你就饱了 如果你在投资的过程中会觉得很痛苦 你根本就无法长期的在股市中生存 当你买到鸿海后 了不起就是很无聊的每年赚稳定的报酬 有人觉得鸿海股价都不涨 我只能说 我光在四年半前压身家家开杠杆买鸿海 就你口中不涨的鸿海 就已经为我赚尽了我需要存30年以上的财富 一个人从25岁开始工作 然后工作到65岁 合计要工作40年 我光持有鸿海四年半 就能抵我30年工作的存款了 我是不懂哪儿不香了 如果你的眼界一直无法被放大 你一辈子就是穷人挤鲁蛇 别人也不会非得想要去改变你的穷人思维 对有钱人来说 看到穷人执迷不悟 那就让他继续重下去 其实有钱人也不会痛 遇到这种人 我就直接封锁他 其实损失的仅是他自己 他就只能自己去跌跌撞撞 未来他侥幸能成功 他会发觉 原来几十年前 A大已经告诉他成功之道了 只是当初他太愚蠢 加上他态度不好 所以就自己去撞墙几十年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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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操吧 河海操吧 摇滚去的太阳外 拿助理人乐请来 红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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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 下期继续 一百 一百 小百 二百 五百